嗨,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劲爆消息 之前一直摇摆不定的猛情小队电影《华纳》正式宣布启动 预计今年年底或19年年初开拍 DC看来是要把希望全部压在女英雄身上了吗 不过还是很有噱头的 导演据说是位华裔导演 那基本这个剧组的主创人员都是女的了 女导演带领一批女英雄 而让人期待的猛情小队创始人蝙蝠女巴巴拉·戈登将不会登场 而是将设定改成由小丑与主线猛情小队 这么玩观众会满意吗 我知道小丑与人气高 但华纳就这么死命的捧吗 希望这部棋走的是对的 但有位漫迷们期待已剪的另一名超级英雄 将第一次登上大一幕 就是另一名女蝙蝠侠卡山德拉 主线是卡山德拉被父亲该隐追杀 最后被小丑女救了之后发展的故事 哈利会救人 看来是彻底要把她洗白了 还组建了猛情小队 华纳 你咋不让小丑来组建猛情小队呢 目前实锤的消息 此电影的反派是黑面具 印象中也是第一次登上大一幕 幕后有个很牛叉的角色 西瓦夫人 还不能确定是否登场 但华纳已经给出了登场消息 只是还没有实锤 这位角色是卡山德拉的母亲 被称为DC最强格斗家 战力非常恐怖 这么说吧 蝙蝠侠在她手里 走不了两回合就会被放倒 如果她登场 个人觉得作为反派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是胜派 这团队实力直逼正义联盟 那你还要不要让人家黑面具 有游戏体验啊 说回巴巴拉 作为猛情小队的灵魂人物 不出现在这部剧里也是好的 为什么 你难道想看蝙蝠女 给小丑女当配角的戏吗 所以巴结匪也应该庆幸 不过巴巴拉已经确定了 另外一部独立电影 这么大的IP 华纳是不会不拍的 大家放心 没了巴巴拉 还有卡山德拉啊 玩过游戏不亦联盟的都知道 在游戏里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上关注 这里每天都有好玩 有趣的内容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